欢迎收听Talk Taiwanese Mandarin 这是一个全中文podcast 听听真实自然的台湾华语 带你认识不一样的台湾 你可以到我的网站去看文字稿 Transcript 哈喽大家好 我是Avy 今天这一集跟平常不太一样 因为除了录音 Audio Recording以外 我也有录影 Video Recording 这是有一位听众建议我说 Avy你可以在录音的时候 也可以顺便录音 所以我就想说 那就来试试看录一集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看我在干嘛的话 你可以去我的YouTube Channel 看看这一集跟平常不一样 因为平常就是只有声音 只有Audiogram 那这一集还有影像 还有Video 那如果现在是在我的YouTube频道 听这一集的朋友 你也可以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 对 虽然我是一个Podcaster 不过我也有YouTube Channel 大家可以给我订阅一下 支持我一下 谢谢 好那这一集我想要聊比较轻松的话题 我想要聊我在2017年在台湾环岛的经验 环岛就是绕台湾一圈 例如说我从台北出发到台中 再到花莲台中 再到高雄 屏东 屏东就是墾丁那边 然后再回来台北 绕台湾一圈 这个叫做环岛 这一集还有一点跟平常不一样的就是 平常如果是我自己录音 不是访问的话 我就会先写好稿 我会先写好script 就是我就会知道我大概等一下要讲什么 大概可能 可能不是全部我都会照着稿念 但是我会先想好我要讲什么 写好我要讲什么 那这一集我没有写稿 我就是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 所以这一集可能会听起来比较自然 比较natural 比较spontaneous 好你们可以听听看跟平常什么不一样 那2017年春天大概4月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想要去环岛呢 其实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那个时候要出国了 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在出国前去环岛 然后我就随便说我也想去 他就说不然你一起来好了 我可以配合你的时间 配合你的休假 你放假的时候 我本来只是随便说说 后来我就认真考虑了一下 我就觉得啊好像现在不去 以后可能也不太有机会去了 因为感觉年纪越大就会越 行动力没有这么强 然后可能也会有比较多的顾虑 比较多要考虑的事情 比较没有办法说走就走 然后再加上 那因为他是要骑摩托车 骑机车环岛 然后是他骑 然后他载我 所以我不用骑 虽然我会骑摩托车 我有摩托车的驾照 但是我不是很常骑 我只会在家里附近骑而已 因为我觉得骑到比较远的地方 有点危险 我不是很会骑车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机会还蛮难得的 所以我就跟他去了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环岛只有 只有五天而已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上班族 就是我在公司上班 所以没有像现在时间比较弹性 就是休假就是 星期六星期天 然后那个时候是刚好有廉假 可能是一个特别的节日 所以有连续的假期有廉假 我在请假一天的话 我就有五天的廉假 所以我们就 想说在这个五天去环岛 那这整个行程 大部分都是他规划的 因为他以前有环岛过 他比较有经验 他知道先去哪里 再去哪里 比较顺 所以行程都是他规划的 我负责定住宿 就是每个晚上要住哪里这样 那这次住宿我都是订青年旅馆 就是hostel 因为我是很习惯住青年旅馆的人 因为我常常一个人旅行 然后我觉得青年旅馆就是很便宜 而且又可以认识不同的人 就是很容易就可以跟别人聊天当朋友 好 因为我们两个人骑一台摩托车 所以我们的行李不可以太多 然后我就觉得女生要当背包客 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啊 要把四天的衣服 还有什么有的没有的一些用品 一些日用品都塞到一个背包 每次我觉得在打包的时候 都是最麻烦的 就这样啊 要带什么啊 不可以带太重 可是又想要什么都带 旅行的时候打包 就是让我头痛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就是 从台北出发 从我家出发 凌晨五点半 早上五点半 而且是下大雨 我们就先吃早餐 吃完早餐我们就去新竹 我们先到新竹的北埔老街 它是一个老街 然后那边有一个庙 然后刚好骑到那里的时候 雨就停了 所以其实只有一开始是下雨 后面好几天都是大太阳 就是超好天气 所以很幸运 然后因为这里有那个庙 我们就先去拜拜 保佑一下旅途平安 好所以去完新竹后 我们又经过苗栗 然后在苗栗 我们大概只有去吃个饭而已 我们去吃臭豆腐 当午餐 所以在苗栗也只有停留一下下 后来我们就去台中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刚好遇到 妈主绕境 妈主就是台湾民间信仰的神 这个大家 妈主绕境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 它在每年农历三月会举行 所以每年都会举行 所以这个绕境活动算是台湾 很有代表性很经典的一个民俗活动 然后我当然知道这个活动很有名 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过也没有看过 然后我朋友就说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看 然后很有趣的是 我们还可以下载APP 有一个妈主定位 所以可以去追踪妈主 现在走到哪里 然后我们就加入那个队伍 然后发现这个队伍超级长 找不到尾巴在哪里 整条街就是非常热闹 这个对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 非常新鲜 就是非常有在地人文色彩的活动 就算我是没有宗教信仰 也觉得很有吸引力 也觉得很奇特 然后我们就陪妈主走了一小段 我们就走一小段路 后来我们就去彰化 鹿岗天后宫 这是在彰化很大的一个庙 我们就在那边吃小吃 那大概吃一吃后 我们又来到了今天的终点 今天的最后一站 云林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云林在哪里 云林算是台湾比较很冷门的一个城市 像台北台中高雄是很热门 大家都知道 但是冷门就是比较少人知道的意思 比较少人旅行的时候会去云林 环岛旅行的时候可能大家会经过 可是比较不会在这边停留 所以我就看到我朋友的行程 他排了云林 我就觉得很特别 原来是因为他的老家在云林 那其实云林虽然很冷门 但他反而是我这次旅行中最期待的 因为云林是我爸爸的故乡 不过我从来没有去过 因为我爸爸很小的时候就上来台北 那现在在云林也没有亲戚了 所以我没有去过云林 他不太是一个观光圣地 他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观光的地方 就是比较乡下 那因为是我爸的故乡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找机会去走走 不过就是一直没有去 所以这一次可以经过我就觉得很棒 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在西罗老街 西罗应该是云林里面最最热闹的地方 那那一天我感觉那一天很宁静 就是可能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老街里面也没有什么人 然后我们就去散步 那第一天我们还蛮早就休息了 因为我们第一天我们就从台北骑到云林 还蛮远的 然后我朋友骑车很累 你们可能会想说我是被载的 应该很轻松 不过其实被载的人也很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骑摩托车被载过比较长的距离 因为像我们环岛一骑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然后一整天这样骑 其实坐在后座的人 屁股跟脚都很痠很痛 每次可能骑比较长的距离 所以我从摩托车下来 我就觉得我的屁股好痛 对 所以我只有骑车的人辛苦 被载的人其实也很累 然后第一个天很早上我们就是去市场 去找市吃很多小吃早餐 因为我朋友是在地人 所以他就吃了很多他怀念的早餐 因为这趟环岛旅行是他在出国前 他想要把所有他喜欢的台湾小吃都吃一遍 因为他怕出国他会太想念台湾 所以我们整趟旅行都一直在吃 那中南部的吃饭习惯 特别是早餐 其实跟一般例如说台北不太一样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中南部都一样 但是很多中南部的早餐 都是吃汤、面、饭 这种感觉 我平常会当成午餐或是晚餐的食物 虽然这个对我来说蛮新鲜的 因为如果我去别的地方玩的话 我通常都会想要试试看在地人吃什么 所以如果我去中南部玩的话 我就可能也会吃他们早餐吃的东西 虽然那天早上我们就是 就骑着民宿的脚踏车去市场 找市怎样走走 骑来骑去、吃来吃去 所以在云林吃完早餐后 我们就继续前往下一站 就开始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我们的下一站就是驾驿 那这次的旅行只有五天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短的时间 我们每一个城市 每个经过的县市 只能停留一点点的时间 不能说每个城市都停一晚 没有 所以是比较赶的 所以这其实跟我平常的旅行方式很不一样 我是一个喜欢慢慢旅行 慢慢走的人 是比较slow travel 我可能还会在一个地方 待一个一个礼拜 一个月都有可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之前都没有想过要去还岛 我就觉得时间太赶了 除非我有很多时间可以还岛 那也目前也不太可能 我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不用工作一直玩 所以这次的旅行方式跟我平常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嘉义的时候 就是只有去吃一些小吃 嘉义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其实南部好吃的东西都非常多 离开嘉义后我们就要继续往南骑 往台南骑 那我们有经过北回归线 Tropic of Cancer 因为在台湾北部是 亚热带气候 Subtropical 那经过北回归线 就变成热带Tropical 南部就是会比较热蛮多的 然后我们第二天就是停在台南 所以第二天的行程 比较轻松没有骑这么远 然后我们就去了安平老街 那在安平老街逛的时候 我有看到一个摊位 在台湾旅行的外国人 那他卖的东西也是蛮妙的 因为他在环游世界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他在各地拍了很多照片 所以他就摆摊卖他拍的照片 在那个摊位就写说 我在环游世界 照片卖的钱可以支撑他在台湾 台湾的旅费 所以他就会在台湾继续旅行 然后拍台湾的照片 他到下一个国家的时候 他就会卖这些照片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买了一张照片 其实一张照片也很便宜 应该几十块还是一百块 我也忘了 因为我就觉得他到下一个国家旅行的时候 他就可以卖他在台湾拍的照片 也可以让大家认识台湾 所以我买的那个照片 我还记得他是在越南拍的 我那个照片我还留着 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在台南住了一晚 那因为台南好吃的东西非常多 所以那天晚上我们也就是一直在吃 对每天都在吃 然后吃完就回青年旅馆休息 边听听音乐边写写日记 因为我有个习惯是我在旅行的时候 我会写日记 可能会写当天发生了什么事 或是记录我的心情 我的感受 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人 我跟谁讲了什么话 或是我去了什么地方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 这个就是环岛旅行的第一集 的第一天跟第二天 因为总共五天 我觉得整个讲完很长 我也讲的有点累了 所以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 我剪这一集应该会剪很久 因为我整个完全没有写稿 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所以跟平常很不一样 不知道你们听的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 剪出来会是怎么样 那我要来念两位听众 在Apple Podcast上面 给我的review 给我的评论 这一位是来自英国的Claire 她说 Thanks for producing this podcast 可以听到自然 Natural Everyday Mandarin 很棒 而且真的是很棒的 听力练习 谢谢你的评论 很高兴我的Podcast 可以帮到你 那还有另外一位是 来自美国的Maria 她说 好不容易到了终极程度 这个Podcast 是我听过唯一一个 可以让我了解到 台湾人怎么说华语 然后台语对华语的影响 也让我学到很多Vocabulary 那Maria其实只有给我四颗星 四颗星 我想说 是不是有哪里做的不好 Maria如果有听到的话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对 因为一般来说 都是只有五颗星 四颗星的话 我就想说 是不是有哪里做的不好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Podcast 觉得这个节目 对你有帮助的话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到 Apple Podcast 去给我5 star rating 这可以让更多人 发现我的节目 那听了这一集 跟平常比较不一样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什么想法 也可以跟我说 如果你想要听 后来这个环岛旅行 发生了什么事 也欢迎留言给我 写信给我 那我可能会在IG Instagram 或是我的网站 分享一些我在环岛拍的照片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谢谢